第218集 九九公主唯唯一笑 各位贵宾,一定为之吃惊了,对不对? 九九应该没有猜错 但是,还有更吃惊的在后面 根据日月帝国那位提供给我们这个胚胎的大能研究 这种状态下的十万年浑兽胚胎 除了必然会提供一个十万年浑环 和一块十万年浑骨之外 它被固化于这种状态下时 记忆也同样被封禁了 有直接被吸收的可能 当然,在吸收的过程中 就需要借助这件质宝 九级浑倒器,封神台的能力 而直接被吸收的几率虽然不大 但是,一旦成功 那么很可能就会给吸收者带去一个武魂 将这魂兽本体的全部力量吸收 如果真的是这样 就算没有了魂环和魂骨 一个能够附加九个魂环的武魂 又岂是魂环魂骨所能相比的呢 寂静不只是霍玉浩他们 所在的房间陷入一片沉寂之中 今天,前来参加竞拍的每一个人 都不由得安静下来 但他们的呼吸却正在变得越来越粗重 如果说,先前他们还认为九九公主 形容这件拍片的时候 用的形容词有些夸张的话 那么现在这一刻 他们却都已经改变了想法 如果九九公主说的情况成真 那么,这个十万年浑瘦胚胎 确实是无价之宝啊 真的有这种可能吗 霍玉浩在心中向天梦和兵帝发出了询问 兵帝没有吭声 但却散发出了随时有可能爆发的怒意 天梦冰残 这次可没有再试图去激怒他 而是用自己浑厚的精神波动 抚平着兵帝的情绪 这是有可能的 真没想到 你们人类居然能够抓住十万年浑瘦转化成人时的胚胎 我只能说这份运气完全逆天了 而且抓住这只浑瘦的人一定是早有准备的 在浑瘦向人类转化的过程中 是最为脆弱的 也一定极为小心 这个抓住他的人能够不被发现 必定有着特殊的隐藏手段 这种如果强行融合的话 确实有可能化为武魂 但是却一定不能像我与你这么契合 因为化为武魂的话 这个魂兽胚胎本身的神智 必定会保留一部分 你想想 它能有份融合吗 未来是必然会出问题的 不是好事 霍宇浩轻轻地点了点头 心中暗暗叹息一声 对这件东西 他可没有任何染指的心思 算上伊莱克斯 他已经有三个武魂了 而且看着那团实际上 是浑瘦胚胎的脊柳 他心中还是有些不忍的 人类猎杀成年浑瘦 这是弱弱强势的战斗 人类赢了 获得魂环 人类杀了 变成浑瘦食物 但幼年的人类和浑瘦 却几乎不会有这种战斗 就像是两个种族彼此轻压 伤害孩子是最可耻的行为一样 九九公主的介绍显然还没有结束 她微笑着道 各位贵宾完全不需要有多余的担心 如果融合失败的话 那么这只魂兽自然是必死无疑 到时候魂环与魂骨必然会出现 我要提醒一下各位贵宾的是 想要尝试这份融合 那么一定要有八环魂斗罗级别实力 否则的话 一旦融合不成功 魂兽培胎死亡 出现的魂环魂骨 都是十万年级别 身体强度不够 可是吸收不了的 八环魂斗罗是最为合适的 无论是否能够融合都不会出现问题 当然 现在实力不够也没关系 这风神台有着封闭的时间 空间的强大能力 只要有它在 不通过特殊的方式开启 那么 里面的十万年魂兽胚胎 就只会留在那里 哪怕是过上千年万年 也不会消失 或者是受损 但是 这也就造成一个问题 拍得这件拍品的贵宾 就要连同这件九级混导器 一起购买了 这可不是本拍卖场搭售 而是保存胚胎的必需品 下面给各位贵宾 三十分钟休息欣赏时间 三十分钟后 我们这最后一场 重头拍卖将开始 本拍卖场可以允许 以抵押方式进行换款 我们会以最公平的评价抵押品 但换成金钱 要收取百分之二十的手续费 急不可施 施不再来 这件十万年魂兽化人胚胎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有了他 必能铸就一位超级强者 可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哦 画面中的风神台迅速放大 那一层淡淡的金色光照 也变得明显起来 如果仔细观察就能发现 在风神台中 被风俊的那团启流 果然隐隐有人形模样 正如人类婴儿一般 王岩坐在沙发上眉头紧皱 这件质宝的吸引力毫无疑问 但是史莱克学院众人 都是眼放光芒 却脸色无奈 正因为这件质宝的珍贵 其价格也必定极极恐怖 哪怕是史莱克学院的财力 想要买这件质宝 也必定是生金动骨的 而且以他们目前的阵容 如果真的购买了这件质宝 能不能带回去都不好说 这个时候 马小桃就体现出了队长的作用 啪啪啪 他拍了几下手掌 将正如人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 好了好了 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都该属于咱们史莱克 这玩意儿好是好 但价格太过昂贵 在我看来 完全是价超所值 有这么多钱 还不如在咱们学院 请几位老怪物出手 去抓十万年魂兽呢 而且这些描述 都只是拍卖场的一面之词 具体如何 还不清楚呢 待会儿拍卖的价值 肯定是按照融合后 出现第二五魂来的 要是融合失败了呢 我们只是看热闹就好了 戴月恒 似乎也清醒了过来 点了点头 嗯 小桃说的对 这种质保虽然可遇不可求 但就算遇到了 也不是我们的财力 能够购买的 真是可惜了 他嘴上虽然这么说着 眼神却是阴沉不定 如果不是这星光拍卖场的后台 乃是皇室 恐怕他就要有所行动了 心中恨意 暗暗自身 如此质保 恐怕连父亲也并不清楚情况 要是 霍宇浩的眼神却是一片清明 他对这个十万年浑瘦胚胎 确实是一点想法都没有 心无私语 表情也就自然的多了 扭头向王东看去 令他惊讶的是 王东正从桌子上拿着水果吃 那样子比他还要自然 霍宇浩不禁低声笑道 怎么 你一点想法都没有 王东摇摇头道 没有 马小桃听到两人的交谈 不禁笑八道 你们这些小家伙 本身就是双生五婚 还能有什么想法 但是 你们知不知道 在整个大陆上有多少双生五婚出现 我估计一个巴掌都数不过来 就算是咱们学院 也有至少四百年没有双生五婚出现了 这次倒是一次就出来了三个 正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敲击的声音 清雅赶忙站起身 向王妍抵出一个警示的眼神 王妍点了点头 清雅这才走过去打开房门 房门开启 首先走进来的 正是换上了金色宫装长裙的九九公主殿下 而跟在他身后的青年 可不正是当今 新罗帝国的皇帝陛下吗 看到是他们 清雅大吃一惊 赶忙后退几步 单膝跪到心里 两名侍女更是双膝下跪 史莱克学院众人在新罗广场也都见过皇帝 此时如此近距离面对面 反而有些傻眼 只有戴月恒立刻从沙发上跳起来 单膝跪到 恭敬的道 见过陛下 新罗皇帝 贪首是一道 起来吧 这里是拍卖场 你们是客人 我是主人 不必客气 是我应尽地主之仪才对 月恒 你父亲是我大哥 你应该叫我叔叔才对 怎么见外了 史莱克学院一众识声 这才反应过来 纷纷起身行李 只是礼节 只是功声而已 毕竟 他们立属于史莱克学院 以史莱克学院 在大陆上的崇高地位 院长足以和帝王平起平坐 过度的失礼 反而不好 王延功声行李后 惊讶地道 陛下 您这是 这位皇帝陛下 一来就表明了自己 乃是星光拍卖场的后台 竹石令他吃了一惊 金罗皇帝 微笑道 哈哈 我来看看你们 本来很早就想败回你们史莱克的高材生了 你们的每一场比赛 我可是都看了 虽然这一届史莱克正选队员出了意外 但是 你们顽强的作风 优秀的天赋 却都给朕 留下了深刻印象 啊 陛下请上座 王延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兴罗帝国却摇了摇头 道 哈哈 不做了 你们也看到了 这件压轴拍品 有些惊人 我还要去坐镇 以免有人乱打主意 说起来 这件纸宝 排出 我也很心疼 但帝国用钱的地方很多 也只能忍痛割爱了 我出来 见见各位天之骄子之外 我也是为了感谢你们 在兵壁蝎左臂谷上的提醒 这才避免了星光拍卖场的信誉损失 九九公主道 刚刚我们权衡之下 自行拍下了兵壁蝎左臂谷 以免出现信誉问题 不过这件拍片 也将不能再出现拍卖了 为了感谢史莱克学院的提醒 我们决定将这块兵壁蝎左臂谷 当做奖品 如果最终史莱克学院 能够获得这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斗魂大赛的冠军 那么 这块左臂谷 我们将直接赠送给贵学院 作为额外的奖励 当然 这件事也要请各位保密啊 就算这位公主殿下不说 在场众人中的绝大部分 也猜得出 刚才那个三千万 是拍卖行自己叫的假 用这种方式 避免这件拍屏外流 显然要比宣布拍屏 有问题好得多 这个啊 王延和史莱克学院众人 都是大吃一惊 虽说 先前拍下兵壁蝎左臂谷的 三千万金魂壁 只是个虚数 但这块魂骨的珍贵 却毋庸置疑 对于其他人来说 虽然无法吸收 但对于霍宇后来说 却是极品啊 其价值绝对在王东的 黄金之盲左臂谷之上 一千万金魂壁 这个价格都是委屈他了 这还是因为 只有极致之兵 能吸收的缘故 兴罗帝国提出赠送 这份人情可就送得大了 以至于王延 甚至不敢直接接受 兴罗帝国 皇帝 像站在一旁的霍宇后 微微一笑 我的护国斗罗告诉我 这位小朋友 很可能拥有着 极致之兵的 强大兵系武魂 这块魂骨 应该适合你 正所谓 宝剑赠英雄 反正当今天下 恐怕也找不到第二个截止之兵的拥有者了 既然如此 与其让他蒙臣 倒不如赠予有用之人 当然 冠军还是必须的 这块魂骨 虽然没能拍得高价 但他需要拥有他的荣耀 谢谢陛下 霍宇后毕竟还是第一次见到一国皇帝 说不紧张 那是不可能的 赶忙有些惶恐的 在此躬身 兴罗皇帝道 你叫霍宇后 从你登记的出生地来看 本身也是我的子民 肥水不留外人田嘛 兴罗帝国的大门 随时为你敞开 好 先这样吧 我还要主持接下来的重头戏拍卖 这最后一件拍屏 恐怕要拍出天价